跟各位介紹一下我的合作夥伴 浙江謝政武 好不好 我們請到我們楊極 楊博士為我們介紹 大家好 我是中國謝政武 謝謝 還你說什麼 抱歉 來自浙江杭州 剛才在吃飯之前喝了一點酒 所以接下來的一番話 或許是醉話 但一定是真話 在開始之前說實話來到現場 我知道今天晚上有殺青球 但來到現場 說實話 我有三個沒想到 哪三個沒想到呢 第一個沒想到 我沒想到 咱們台灣的影視圈的 媒體圈的朋友 來了這麼多 現場氛圍真的很差 這一個沒想到 我見到了很多老朋友 瑪麗歐老師 我常常看她的分身無雙 她的那種謝霆鋒的那個表演 我非常印象 非常深刻 華老師 第二個沒想到 博大影業 成立沒多久 在短短的五個月時間裡邊 完成了三部片子的拍攝 而之前的第一部 將於這個月的22號 在中國的優酷這個視頻網站上線 談的價格是 薄體加S級的分層 換言之 穩賺不賠就看賺多少的問題 跟各位報道一下 S級 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哦 S級 就是S級的推廣 就是Special 跟我們一般講的S不太一樣 Special加Super Promotion Super Super 所以 國大影業拍片速度之快 效率之高 配合度之好 說實話 就我對於台灣影視業的了解 著實是不多見的 這是第二個沒想到 第三個沒想到 第三個沒想到呢 其實國大影業 在台灣的影視江湖當中 新成立沒有多久 但是發展態勢非常迅猛 你看 現在有 蕭島 羅島 志哥 等幾個 台灣影視圈的老炮作證 同時呢 還有一批 演員 年輕的製作人 coach的新秀 踊躍加盟 所以我能想到 台灣國大影業 未來的發展 充滿希望 而且他會有更多的動作 是 我還要給你介紹一下 老炮要解釋一下 老炮呢 在台灣說 簡稱比較文雅的叫 老他 比較不文雅的叫做 老B 嗯 好 B 他自己去消音 好的 所以說實話 作為投資人 和作為博大影業的 親密的合作夥伴 能有這麼多三個驚喜的 沒想到 我肯定是很開心的 那麼 同時呢 從現在的博大影業的例子上 我能看到未來博大的發展 我用八個字 叫做充滿想像 精彩可欺 而回到博大影業的淵源上 我跟博大影業的淵源 最早可以追溯到八年前 我和身邊的這位交導 我平時叫他 喜歡叫Double 我跟Double是八年前 相識於杭州 不忘於江湖 換句話講 簡單的講 就是我們兩個人 是先做朋友 後做夥伴 先有情意 後再有生意 這是一路過來的搭檔 那麼與此同時 我們一起有在聊中國的影視 其實大家都應該看到 這些年 中國大陸的影視視場 蓬勃發展 市場不可限量 但另外一方面呢 你會發現 台灣電影 台灣的影視圈 尤其台灣的電影 作為華人影視作品當中 它是一個不可忽視 不可或缺的存在 因此 我想著的是 如何借助中國 當前大陸的資本和市場 以及對於創意人才的 這種極缺的現狀 盡快的對接到 台灣的影視圈 打通相互的平台 彼此相互提携 彼此溝通有無 彼此取長補短 而目標是 共同做大影視傳媒的蛋糕 今年是2017年 中國大陸和北美的 就是美國的 好萊塢電影的分帳篇的 協議即將到期 換言之 新一輪的中美電影的協議 即將開啟 因此我和Double有兩個判斷 而這個兩個判斷 可以作為事實去觀察 第一個 中國大陸的電影票房市場 很快將會超過北美 第二 華語電影 我們直接面對的對手 不是香港打台灣 台灣打大陸 不是 是華人電影直面好埋物 為此出一種使命感 出一種緊迫感的認識 博大影業在去年下半年 應運而生 而我對於博大影業的定位是 什麼呢 用一句話來說 叫做博大影業這家公司 生於數位時代 面向數位一代 生產具備數位思維的影像作品 而我對它的另外一個定位 用英文詞來說 叫做Gloco 什麼叫Gloco呢 Global加Local 另外八個字 全球思考 本土行動 這就是我對博大影業的定位 Gloco G-L-O-C-A-O 我怕發稿的時候他們都會 你自己先來 可能在座各位 包括很多咱們影視從業者 媒體的朋友們都關心 你說這麼多 博大影業的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麼 我會透露一點信息 但是考慮到今天 畢竟是三部戲的殺青的儀式 畢竟是一家人的聚會 很多的好朋友們在 為了避免影響消化 避免宣兵多主 也同時避免偏離主題 我就講簡單的三點 第一點 博大影業會在今年 準備十部網絡大典的開拍 下個月的月末 馬上再開一部新的 同時會做一部網絡劇 投資在幾千萬人民幣以上 台幣 呃 算 所以4.47 左右 呃 台幣取決於匯率的高責任 是 呃 還有註選今年2017年 會準備 請注意 準備立向一部 面向中國大陸的院線電影 也就是說 這是今年 博大影業的 今年的規劃 這第一 第二 博大影業在接下來幾年 會用最新和最潮流的 數位傳播的方式 也就是說用我們大陸的話來講 叫做網台聯動 用我們比較能理解的方式 博大影業出品的作品 會率先在中國大陸 在互聯網視頻上線 同時 會在台灣地區的影院 或者電視台 進行同步上映 這個叫做 跨屏 互動交流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博大影業接下來 會加強和加快 與中國大陸的資本 影業公司 以及台灣同行的交流和對接 而今天 許董在 許董授權我說 浩宇傳媒 將會聯合多入資金 至少在未來三年內 提供至少兩億台幣 用於扶持 博大影業的發展計劃 同時 今年年中 博大會召開一個正式的 戰略發佈會 全面而又清晰的 介紹博大影業 未來三年的 海篇計劃 好了 不能再談生意了 不能再談商業了 允許我再用三句話 儘快結束我的發言 可能時間比較長 我知道 這邊的頒獎的話 時間太長 新聞局會有罰款的通知 沒有沒有 現在沒有新聞局 那個單位現在聽說叫NCC 好 所以我要儘快結束 三句話 第一句話 我時常會來台北 但是跟各路媒體朋友來說 是一個陌生人 是一個新人 所以我希望能跟各路的媒體記者 多來多互動 多交流 多溝通友 下個月我會到台大新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 歡迎來旁聽我的課程 謝謝 然後用我的一句話來講 叫做做大朋友圈 建好生態圈 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 就是接下來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叫做 人生若有緣 山水有相焚 我希望盡快和各位朋友們再次相見 至少三次相見 第一次在這個月的22號優酷上映的 博大出品的電影當中 我們能在作品中相見 第二 在下個月叫做絕命直播間 大陸叫做美人金竹計畫 這是在作品中相見 第二個相見 在下個月星期開拍當中 開機儀式上相見 第三次 我們希望在今年年終的戰略發布會上 跟各位媒體朋友再次相見 這叫做人生若有緣 山水必相焚 第三句話 最後一句話 今天既然各位都來了 既來吃則安吃 吃好喝好多吃點 放心 今天教導買單儘管吃 謝謝各位